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就位于新北市中和区明安街的一处巷弄内 可以看到这栋公寓在今天早上十点半左右三楼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 当时屋内有一名儿子以及爸爸儿子当时正在熟睡之中 突然闻到呛鼻的烟味紧急起来想要带着行动不便的爸爸逃离现场 但是发现想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火势非常的大 在逃离的时候自己的手部也有遭到烫伤带来听一段儿子的说法 我是算蛮大的吧 当时的情况就是闻到烟味我就赶快心情起来 我就马上跑去第三个房间看他就已经看到很大的火了 我要报他没有办法救出来 消防队员出动19车71人到场贯救 那所幸大约是在11点左右的时候获得了控制 不过因为爸爸呢他行动不便 没有及时能够逃生不幸丧生火箍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还要再做调查 到这个 SPEAKER 感谢观看